大家好,我是庄老师 上了年纪,随着视觉神经功能的慢慢衰退 很多人的眼睛就会不太好使了 看东西蘑菇不清,俗称老花眼 老花眼是人步入中老年阶段最普遍出现的一个问题 其代表我们的身体功能开始慢慢的衰退 我们平时可以做一些动作防止视力的衰退 延缓老花眼的到来 比如经常坐下保健操 多眺望那些绿色的植物等等 其实还有个方法就是长点油以下三处穴位 可以防止视力的衰退 延缓老花眼的到来 第一处穴位就是拇指上的大空骨 明眼、凤眼这三个穴位 它们分别在我们大拇指指关节的正中央及两侧 我们只需要用另外一个拇指的指甲处 轻轻刮视这三个穴位 有些人刮的时候会有点痛 可以涂点精油 这样就不会那么痛了 每次刮五十到一百下左右 左右两边都要做 第二处穴位就是手背上的养老穴 养老穴这样脚 我们先用拇指指腹压在尺骨小头的最高点上 然后掌心上下 然后掌心卷上松部 手指指腹就会滑入在骨缝中的凹陷处 这个凹陷处就是养老穴的所在 找到穴位我们用拇指指指腹插按 稍稍用力的斜着插按下去 一压一松为一次 每次插按三分钟 左右都要做 第三个穴位就是眼睛上的全竹穴 全竹穴可以这样讲 当我们皱眉头时 在眼眶镜头处切记的凹陷处 点油的手法 用双手的食指指腹压住 稍稍用力的往上按压 最好能按压到此穴有微微酸胀的感觉 每次点按三分钟 好 有老花眼的朋友可以经常刺激点油以上三处穴位 缓解眼睛疲劳 让你眼睛越来越明亮 不再害怕老花眼的到来 好 本次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